系纸的新社后桥以及捷运民生系纸县的桥梁共构工程动土典礼在4号这天上午盛大举行了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特地来到了现场主持开工典礼 另外呢包括的立委李庆华市议员以及系纸乡亲和里长们等贵宾也都前往现场与会 大家一起上香祈求工程顺利 基隆和200年防洪频率沿线的几座桥也陆续改建 现在新的社后桥改建也在积极的进行中 在这场动土典礼上游市长朱立伦主持包括立委李庆华市议员 里长还有许多民众都到了现场参加 对于新的社后桥终于动工 民意代表们说地方期望很大 也希望完工之后不但达到防洪频率减少水患发生 也疏解地区交通 可以带动第一个反应跟台湾交通 大家知道这番球是钢骨双层结构的 是我们台湾目前头一座的评论与结育公告的这种叫 所以这外星鸟对这非典的水油 也对我们结育开通的前哨战 这个新北市议会呢 沿了这个四个多月才通过 因为这样的预算 以这笔经费来讲将近十亿的经费 其实对于整个新北市政府呢 其实一个相当庞大的经费 但是我要在这里公开的感谢我们朱市长 对于我们市值的疼痛 我经常你说 以外无外交 爱我们市长跟我们支持 我们市值的建设才有好 我要在这里期许自己 期许各位议员同仁 还有我们的立委跟市长 今天 引领期盼很久的动土开工典礼 真的是民众期待的 再来我们要倒数 我们要期待 什么时候开工 什么时候完工 这样子才是真正符合 落实我们的需求 配合捷运汐止民生县 市府特别在新设后桥 设置与捷运共购预留界面 减少未来而此施工 完工之后上层是捷运轨道 汽车及行人则在下层 是全国首座跨河捷运共购桥 市长朱立伦就表示 现在新桥动工也会督促捷运 规划其成 这一段就是我们的 汽车民生县的工程 那我们今天我就要求 我们的公务局 要求我们的交通局 节省时间 节省重复施工 节省浪费 我们就今天同时 共购工程 就共同来动工 共同来建设我们的民生汽车线 汽车捷运的初期工程 明年就会动工 但是这一个新社欧桥 它是人车捷运共购的桥梁 所以当这个桥梁动工了完成了 它就是捷运已经开始做了一部分 立委李庆华也报告捷运进度 也表示会持续的追踪 接着在市长朱立伦的主持下 大家也一起上香祈福 祈求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然后与会贵宾们也拿起金铲破土 宣告工程正式开工 新的是后桥 工程北起福德一路 往南跨金融河之后 再衔接到弓箭路 全长375公尺 配置双向两线车道 及人行间自行车道 主桥是国内首次采用的 双层曲弦滑轮钢横架桥 造型美观 预计104年5月完工 接着陈慧玲细致采访报道